Lio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達達對上酷曼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 好 那我們上次來講一下達達 達達這個文明在高地打低促的時候 會有這個傷害額外加成 那原本所有的文明就已經有這個效果了 那達達人在這個效果之上呢 再增強了一點這個效果 那好像一般都是加30%傷害 那他是在額外再多增加25% 所以傷害幾乎會高達了快一半的傷害 但好像沒有到一半 但接近快一半了 所以他在一些高手裡的眼裡 他算是一個非常有操作性的一個文明 因為你可以只利用這個方法去換取更多的優勢 在單位操作上會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好 再來我們來講他的 這個安息人戰術跟拇指環是免費的 所以說你在城堡時代出這個馬功 就會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你不用任何的升級 基本上就有這個拇指環跟這個安息人戰術 在對決上來說 瞬間升級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是剛上城堡時代那段時間 他的初級 馬功的本身的量很難蓄起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要點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但是達達這個文明呢 就可以不足這個遺憾 可以讓他順利的迅速成型 然後再加上這個高打低的一個優勢戰 可以讓達達的操作性 跟他的一些細節拉到最多 所以這個文明算是頂尖玩家蠻喜歡的一個玩法 但是以我們這種一般玩家來玩的話 可能就不會覺得達達是一個特別厲害的文明 因為達達其實他本身沒有太多的經濟優勢 所以他的食物量阿或者是木頭量 都不會有太明顯的突出 那只有前期這個 像這個火雞阿或是鵝阿這種類型的食物量 可以多獲取一點 但是這個只是小補啦 但是並不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食物來由 騙到最後期你終究是沒有食物 沒有這些 鵝可以吃阿或是綿養阿 所以導致達達在後期的經濟控制來說 會非常比較困難一點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是因為 他達達這個文明 他是馬功文明 但是他卻沒有這個 雙面斧三級阿 那到了帝王十代 對手有一個三級伐木的情況下 很龍金就被反超了 甚至這個馬功喔 會有點難出一點 因為我看了蠻多高手玩法 就是打打到了帝王十代 很蠻大的問題喔 就是這個 木頭 缺乏非常嚴重 那肉量的話 是不是很充足 但木頭的話 就是變得蠻第一級的 因為畢竟到了這個帝王十代 然後出這個 他的金罐喔 鐵木的工程術 這個巨頭加惡射程 他可以使用火雷駩這個能力喔 但是只要點這個的話 巨型投石機跟馬功喔 還有這個戳戳喔 戰錨都需要消耗大量木材 打打到大後期的情況下 是比較 沒有沒有那麼的非常好 經濟狀況 但是以單位來說 還是非常厲害的 而且你看打打這個 那個高打低的能力喔 他出這個巨型投石機 再用高處打低處的城堡 那個傷害真的很扯 一發好像六百多地的樣子喔 稍微算了一下 非常非常痛 好 再來講庫曼吧 庫曼的話 算是一個 比較 可以濃的文明喔 因為他封建時代 就可以開TC喔 那個可以打這個 18吋升級喔 然後迅速上封建 欸靠哈 他就打17吋欸 他比我想像這麼還狠阿 通常庫曼喔 會打這種 17B或18P上的話 封建時代通常就是要開濃 沒有要打這個封建騷擾 這是一個標準的開濃型的打法 那有一些高端的庫曼玩家喔 會選擇20P上封建時代 然後一樣落馬 戰錨騷擾的方式 那拿下一些主場優勢之後呢 或者是對方壓制 被把對方壓在家裡的情況 再去蓋他這個TC喔 那再做一個伸潔的動作 所以庫曼來說算是一個 彈性很高的一個文明喔 只要你選擇的方式好 這個玩法是非常多變的 好 再來講一下他的射箭長跟馬舅 是只要75目喔 直接省了100目 非常非常的省 欸 等一下我想一下 是這樣的 欸 好像是 對沒錯 省100目 然後 他的騎兵喔 是有這個跑速加成的 他的遊俠喔 是這個遊戲裡面 跑速最快的遊俠 那順帶一提 庫曼這個文明喔 也是非常特別的 雖然他有遊俠 但是有駱駝 但是沒有辦法持到重裝駱駝 那有駱駝的情況下喔 庫曼在城堡時代的對決的時候 對方出爆騎 騎士爆的時候喔 還可以用這個駱駝稍微反制一下 好 那再來講一下這個 他的喔 封箭時代也可以到衝撤 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 衝撤的升級喔 所以他的快攻來說 算是非常非常快 而且非常猛 但是 你們也知道 攻城這個事情 只要你攻城一失敗喔 基本上就可以打GG了 所以大部分的玩家 還是不會太常 在封箭時代 就出衝撤啊 或是 打一些 比較激進式的打法 那到城堡時代 還是比較會打一個 決戰的想法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打打 打打已經出了三棒棒喔 結果他是不是沒有看到 欸 他這邊沒事呀 哎呀 他的馬是 怎麼了 被砍死了是不是 回過頭來 他的馬就不見了 所以現在這個三棒棒喔 找不到人生方向啊 到處在尋找人生的出路 終於看到了 終於看到了 然後這邊一看過來 就會看到 TC在這個位置 雖然非常非常暗 會不會撞TC呢 如果這個打打是高手的話 看到的時候就會 心裡有底了 欸 這裡要撞T 欸唷回頭 還行 好 那這邊裝甲升級好了 直接開砍 欸唷這才沒砍掉 好 這個木槍 蓋起來蓋起來 那打打自己本身也知道 他的裝甲已經太晚登場了 就是這個打裝甲的話 一定要在這個 對方喔 上封建初期喔 還沒有上 或是他沒有上弓箭時代的時候 就要趕快來到DM家 那他這邊繞了非常久 時間才到這裡 那他自己心裡有數 所以沒有一直繼續繞 趕快去打這個木槍 稍微 防守一下 拖一下這個村民的 修房子的時間喔 那順帶一條 庫曼雖然他是 欸他沒有那個 欸不是沒有那個 他的木槍 是有比較多血量 而且這個是團隊加成 所以有一些玩家們 在打團戰的時候 會特地選庫曼 那選庫曼的話呢 其他隊員也可以吃到這個加成 這個木槍就會加333 非常非常硬 所以帶來封建時代 就不太容易 因為會直接打GG喔 會比較能夠一點 但是 他的這個能力喔 讓他沒有10強 所以導致這個木槍 使用的方法 也算是非常需要注意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跟裝甲想要大登這邊 小公在秀操作 打帶跑 OK 走A走A 慢慢走A 欸還有一直沒有A掉 OK 那這隻裝甲應該是用 這個戰手崗位的關係喔 所以目前沒有做任何動作 欸 結果射到剩下一滴血的時候 快來動起來啦 哎呀這個 留一滴血啊 有點尷尬 他真的是一滴血 欸射到了 哈哈哈哈 這個弓箭手 很神色 應該不是黃鐘吧 是 好 那這邊打打選擇的是 赤猴開局喔 那兩邊都點下一級木 那打打這邊則是有點下這個 農田一級農田技術 但是庫曼是沒有 但庫曼這邊喔 極速上風 卻沒有打這個 雙PC開局喔 而是選擇了一個 非常正規開局 他正早上也蠻神奇的 因為通常 越早上的話 經濟就越不好 OK 在這邊看一下 村民直接跟這些刺猴大量PK 但是這邊還是直接拉村 但有一村應該是要被收掉了 這邊應該是沒有辦法逃脫這四隻刺猴追擊 直接倒地 目前 達達這邊 拿下了一村的優勢 但是 庫曼這邊 繞了幾隻小宮過來 欸 這邊是不是有洞啊 靠這個房子跟木牆這邊 這邊有個洞欸 傻眼 好 那這邊 農田趕快蓋一下 但蓋這個農田的時候要小心喔 不能被這個 一蓋下去喔 瞬間被這個農田給點掉 回去高手這樣做 好 這邊小宮量很大 可以收掉一村 兩村嗎 兩村可 哇這邊卡蛋 再一發可以嗎 來不及 小宮會不會死會 死了 果然 因為他這邊如果跟他會合的話 會往上走 然後就會吃到見死 好 這邊 總共有大量的赤猴過來 七隻赤猴 打六隻小宮 只是 只是一如反掌啦 雖然還是被收掉了一隻赤猴 但是這個赤猴 打小宮是有稍微的 額外加成傷害的喔 這個傷害非常非常高 直接硬生倒地 喔不是不是 我在傷害我抽喔 不好意思喔 這個赤猴是原本攻擊力就很痛 他只能五攻吧 那這個攻擊手是零 零防的關係喔 是不是砍一滴就是五滴血 這個傷害會好高的 所以基本上打這個赤猴 赤猴打公兵只要打六下 這個公兵就躺第一趟抽了 而且這個公兵的射速喔 還比赤猴還慢 所以赤猴玩得好也是蠻重要的 而且赤猴本身就有 原本就有異防喔 所以他的 欸 這個防禦怎麼怪怪的 呵呵 異防這個是 一級二級遠防的意思喔 這邊赤猴直接撞上去 欸倒地 好痛光 沒了 瞬間涼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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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二級遠防 沒錯 那二級遠防的話 小空只有這個五攻喔 那減掉二的話 就是射一下赤猴只有三而已 所以這個赤猴打公兵 在紅燈劍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這個公兵喔 通常出去都要配長槍兵 有長槍兵的話 公兵就可以比較有一個好的發揮喔 才不會容易被這個赤猴 瞬間收掉 好 那我們這邊來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這邊這個洞好像補起來了嘛 看起來是補了 有 這邊都補一票 目前這邊已經不來了 還是木牆被打出來是蠻快的喔 而且庫曼這邊已經上了城堡時代了 我打打這裡沒有 但是庫曼即使點了城堡時代 卻沒有去點TC喔 因為這邊是賣石頭上城堡的關係 所以石頭量不太夠 蓋這個TC有點困啊 所以庫曼好像沒有要開弄喔 可能是要打一個 攻擊騷擾的作戰方式 然後在這邊這一隻 草槍兵 戳掉這一隻赤猴了 裡面補下了馬舅 他還要上城堡時代 要來出這個騎士板子了嗎 好 品種也點了 看起來要出騎士 沒錯 那庫曼選擇方式是打這個 這個奴兵喔 奴兵 二級獸跟長領兵的升級 哇 全部 軍事喔 都補下了 哇靠 這邊還想要關本獸啊 還蓋了一個房子想要賭起來喔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房子 其實蠻薄弱的 沒有蓋好 還是蠻容易打出去的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升級好了之後 兩邊會怎麼打呢 目前 庫曼這邊是選擇開一個TC 在金晃圈這個位置喔 確實黃金是需要TC保護的 那是 打打這邊的話TC 沒辦法開在前方喔 因為他這邊TC開這裡比較好 有木頭跟黃金喔 開這個位置是比較好的 那這邊感覺是 要再等這個機會喔 出去蓋TC 然後先爆大量的騎士喔 要來去追右邊的工兵喔 哇靠 這個量很多 這裡會直接包夾嗎 長領兵過來直接硬拆 工兵上了一個小小的高地燈 但是好像不見得太好 這個大量的騎士直接淹了過來 哇 騎士的量也太多了吧 這裡總共有幾隻騎士啊 18隻騎士啊 哇靠 這個打打直接ALL IN露量啦 沒有要跟你打什麼TC開那種的喔 我就是要ALL IN 好那這邊大量的騎士衝進來 這裡有出幾隻聖驴喔 聖驴招這個騎士飛的紅河 但量也太大的話還是有點困難喔 哇 結果這隻已經抽到了招牆的騎士喔 騎士扣了一點血量 好這隻聖驴也被抓到 直接倒地 跟大量的村民也被屠殺當中 雙TC防守電池打起來可能還不錯 因為這邊騎士只有身體防 二防還沒有好 所以這個電池傷害是非常可觀的 好這邊聖驴招兩隻騎士 能招到嗎 可以 雖然招到了 但是聖驴喔 兩隻也跑到這個TC裡了 哎呀 打打到這邊有點虧喔 Puma這邊操作還算不錯 這邊該圍的地方又圍了 然後這邊再繼續招翔 這邊使用招翔大隊喔 想要來阻止對方騎士暴進攻 而且這邊還是有繼續出這個長槍兵的喔 長槍兵有在出的話 這個 不管是用聖驴還是長槍兵喔 對這個騎士效果都非常好 因為如果你只出聖驴的話 很容易因為這個CD時間喔 趕不上這個招翔時間 然後就變成大獵士了 那還是要出點長槍兵去防守 這更好一點 這更好一點 那Puma這邊就完美的 完美的演繹這個打法了 好那用這個長槍兵 逼到騎士刀後面 趕快招翔就是騎士招到 那讓其他的部隊去前面正面堂 哇 寶亮的抽抽跟森驴喔 就已經阻擋到這個騎士暴 但是前方又有來更多的騎士 但這邊大概只是村民要 雖然蓋TC 應該是你有被看到嗎 應該是有喔 只是來不及去上面抓 好 那這邊又招到一隻騎士之後 森驴又走到TC裡了 哇 這個TC裡就是很多森驴 招翔完就進TC 好 D1跑了 之外的就是招翔 有完美的 這個 有動機的概念 那我覺得這個正面喔 可能要找個機會 稍微賭一下也比較好 不然那騎士一衝過來也是蠻麻煩的 依然很難續起來 雖然這騎士量還是蠻大的 但酷嗎這邊 能守得住嗎 感覺有點 發後製無力了喔 這個已經停村停很久了 服務也非常少也沒什麼黃金喔 但是這邊森驴的量還是蠻大的 至於在做招翔 能招到嗎 可以的感覺 欸呀又招到 我招到之後又進了TC裡 還有兩隻森驴 總共現在闖到四隻森驴 欸這邊森驴應該要死了 因為這離TC有點遠 哇沒辦法 直接倒了 好那左邊這邊也是也在招翔 看他左右兩邊都在用TC招翔 哼 非常非常忙 喔大量的森驴直接出來 直接招三隻騎士能辦得到嗎 村民直接拳擊開扁 好趕快收村招翔 哇但是有一隻來不及招 哎呀這個村民搞的 那這邊兩隻村民都走到TC裡面繼續防守 好那這邊的村民喔 都是殘血了 但是這邊騎士也都殘血了 好但是這隻村民是怎樣 還在追啊 哇這邊騎士打到的都是血多的喔 少血的沒有先收掉 好但是沒有關係 血量夠多還是能守得住裡面這邊的 OK那看起來打打有點放棄喔 發現正面強攻不成 而且這邊森驴的場面是量越多 那決定還是要來 開始農下比較好 從強攻狀態喔 變成一個開農打法 欸這邊結果轉出這個草原騎兵欸 欸有想法欸 草原騎兵的話可能更容易 擊殺到僧侶喔 因為這個有多疑射程 而且造價蠻便宜的 比騎士來說沒目虧 畢竟一隻草原騎兵要只要40斤而已啊 但騎士75斤 基本上出兩隻草原騎士 就可以出一隻騎士的概念 只要再多花五金 就可以再多出一隻草原 所以出草原騎士 來換大量的僧侶好像不虧 畢竟造價品啊 被招走也沒那麼心痛 雖然他的缺點就是遠房比較差啊 比這個騎士低了一點 近房也差了兩點 然後呢這邊直接招翔能 招到兩隻草原騎兵沒問題嗎 欸呀沒辦法啊 只招到了一隻啊 這個就是草原騎兵的優勢之處喔 多一個射程喔 讓這個攻擊生女的優勢更好一點 然後 招架又便宜喔 被招走的話也不是那麼的心痛 庫曼這個戰術喔 選的還不錯喔 生女加草原兵 打打打這邊是轉出了草原騎兵 兩邊的打法都算是有去思考過的 並不是蝦雞巴亂出的那種 就是我就是要針對那個打法 然後他就打打就覺得 喔你這樣針對我 那我就要用練的方式針對你 那確實喔兩邊都是 反進的反制 有點差不多 都差不多實力的感覺喔 兩邊的想法都轉的蠻快的 並沒有這種鐵頭打法 就是一直要出奇自己打的感覺 而且還慢慢轉出了一些經濟建築 3TZ在那邊轉出來 那村民室的話 現在是62村打64村 庫曼剛剛被燒的那麼慘喔 卻好像也沒有損失太大量的一個村民 好那這邊看到這個庫曼喔 利用這個一城 一個射程的攻擊方式喔 順利的抽掉蠻多長槍兵的 但長槍兵還是有抽到一下 欸 招到一隻 但招到一個的話很快就倒了 而且只損失了40斤 還不虧 好 騎士繼續在右側防守 那這邊僧侶要來繼續撿遺跡 哇靠 庫曼的遺跡撿了很多啦 這邊騎士會直接抬進來 蠻好算的困難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過來會直接全吃啊 哇 長槍兵直接硬桶 但是有看到了 開始跑掉了 好 這邊看一下這邊 大量的草原騎兵加馬功 哇 直接硬生倒地 草原騎兵的義工優勢喔 超級強的啊 而且這個造價很便宜 哇靠這個非常大量 我剛剛想說應該不會直接打 結果他們還是開打 好 那這個遺跡也順利搬回家 庫曼就有4遺跡囉 那麼再撿到右邊這一個 5遺跡 庫曼 很兇狠啊 哇 庫曼還把自己家裡圍防 這個是一個 穩搭穩打的方式 這邊大量的長槍兵 直接硬撮 但是拉了一個兵向前 想要來阻止對方蓋城堡 但是嘛 您快蓋好了 應該阻止不了 好 這邊趕快進城堡 我們躲一下 身體的話一樣在高翔 大量的騎兵衝到了庫曼家裡 庫曼家裡這邊後面 是沒有任何的兵在防守的 而且聰明書有點多 哇 這邊可能要重創庫曼了 這邊蓋起來 欸呀 極限蓋 好 直接關北收 把裡面大量部隊關在裡面 但是要怎麼解決這一堆部隊呢 直接在這邊插了一個劍塔 想讓聰明堵進去 但是這邊還沒有先搜 雖然我搜封是最重要的 卻沒有先做 反而是先蓋劍塔 順序有點錯位的感覺了 哇 庫曼這邊損失非常慘重 聰明已經被殺了32隻了 但是聰明書還是稍微落後一點點而已 只入後兩隻 我的天 這邊庫曼真的很慘 哇 死了32隻了 這邊挖石頭的聰明要被抓包了 哎呀 發現這裡有洞 趕快補一下 補了 補了之後 哇 還把一個藍聰明關在裡面 太狠了 這個是醜男啊 太醜了 太醜了 好 庫曼這邊是選擇出一點騎士 還有這個清場 先來反擊 那清場的話他沒有三級射的關係 所以城堡時代是我認為清場最強的時候 那到帝龍時代的庫曼的話 可能還是要出點遊俠 來反擊一下也比較好 不然這個清場到帝龍時代的優勢會越來越小 而且很容易被對方有三級射的戰矛 或是強魔 是很白痴 所以這個清場非常非常難用 而且他的手很短 跟這個中國連弩差不多 欸 這邊右邊撿一擊 出來的生女要被抓包了嗎 他丟一擊想來招牆 但是發現對手好像沒有看到他的樣子喔 所以決定又繼續把這個眼睛撿起來 繼續走 笑死 那他這一大堆跑到右邊 好 大量的長長兵加騎士過來 只要硬打 但這邊由於是點了攻擊建築物的關係 那為什麼在打建築物呢 好 那這邊大量的騎士 直接上去貼 那長長兵也過來防守 哇 那個傷害非常非常高 騎士在前面搶障礙 長長兵在後面輸出 順利的解掉這一堆的軍隊 哇靠 用少量的軍隊就可以解掉這一拖啊 酷曼打法相當的漂亮 沒有浪費太多的黃金 我去出駱駝 本來是選擇出這個長長兵喔 好好的防守就可以了 擋住對方的進攻 然後自身經濟又不會損失的太長 因為如果是褲曼 就看到對方那種情況喔 大量的草原騎兵喔 加上馬攻 我都會想要輸入落頭去打 大家這邊是選擇是長長兵加騎士 更進階一點的玩法 因為騎士本身他有就二防 再加上二級防的話就四防 那草原騎兵本身是九攻 沒有升攻擊的話九攻的話 打了一下也才五滴喔 所以騎士來抗住的傷攻其實是非常好 然後長長兵的話在後面跟上 再繼續錯誤一下 保護一下後面的單位 所以長長兵跟騎士全部的印卡 算是不錯的 好這邊想要用草原騎兵袖操作 利用這個易格的優勢喔 但是這個優勢沒辦法很好的發揮 因為對方只要多走易格 還是貼得到你的兵的 所以草原騎兵全部應身倒地 直接馬攻也沒在控 當然是要兩兩了 本來想要用高地讀口的方式 防守 蘇姿自己的兵快被送光了 那清場的量蘇 雖然越來越多了 那清場的話 升到二級射的話 是六攻 六攻的話 其實還是不錯的 因為它是散彈牆的一個方式 可以是射出三隻箭矢 好那這邊挖石頭 想要來蓋城堡 去去來奪取對方的石頭的想法 但是這邊庫曼走就拉來一堆村民喔 想要來挖 這邊應該是看到蓋城堡 那這邊會趕快買石頭 蓋城堡嗎 現在蓋什麼蓋不下去 180 沒石頭 要直接拆了嗎 哇 直接村民開扁阿 大量清場跟馬公 直接在高低褲打 當然清場有這個 散彈的效果 但是 打打有這個高打地的優勢在 哇這個射擊有沒有 明明那麼少的馬公 高打地的傷害 確實如此的 高效率阿 我就是打打的強悍之處 但是 這邊好像是庫曼的一個優勢的感覺 因為 這邊庫曼有兵 比較硬一點 但打打這邊是打一個馬公的方式 所以 並沒有太多的正面部隊在防守 欸 這邊大量衝車過來 但是已經被 庫曼這邊抓了個包 一些騎士過來防守 直接硬卡 原來這個 衝車這一波 直接送到這麼多的木頭跟黃金 大概約三 欸 四百多黃金喔 四五百 木頭的話 則是 被消耗到快要破千的木頭 那些衝車基本上 沒有做到任何辦理的事情 就直接被拆關喔 好 那打打 是你來到了帝王時代 你來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這個木頭 需求量會非常非常大量 那如果你要獲取超多的木頭的話 那你聰明就要很多人去伐木 就不能去種植這個 農田 那實力少的情況下 打打的出兵方式就會被限制住 就會變得更難打一點 那打打還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出這個 雀 雀 雀靴 這個雀靴的話 攻擊可以產生黃金喔 然後造價比騎士便宜 血量也還不錯 但是這邊 打打的是選擇出這個 凍裝騎士喔 就是要來打這個雀靴了 那我覺得打雀靴可能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 黃金量是比較 比較省一點喔 打騎士本身黃金比較高 而且 打打這邊是 沒辦法升級為遊俠的 所以打重重的話 有點不太懂這個想法 可能是他的 騎士已經出太多的關係喔 所以把這個騎士升為重重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邊庫曼 也升級這個重裝騎士喔 兩邊都升重裝 因為兩邊都有出其次 好 那這邊看到了 暴躍這邊的木場 維琪安 但是打打蠟 不能夠升級過來 直接把城堡蓋好了 兩邊庫曼 對方都在射擊 大量的木隊都在交火 清掃的量不受多 所以這邊的量有點難打啊 贏對手 那目前打打的量還是要多一點的 但是目前在城堡 兩邊都在附身交火的情況下 附身後 是有差多的城堡嗎 大量的騎士直接從過來拆掉了 但是這邊的騎士能繼續在戰嗎 感覺是都越來越少 但其他兩台巨頭已經非常非常賺了 這庫曼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經濟 雖然這邊還沒有頂到彈道學喔 這個城堡的效應沒那麼好 而且確實還 確實還 這個清掃 還會射歪啊 哇 剛剛那一波 看起來是打打 稍微拿到了小小的優勢喔 畢竟這兩台巨頭 這是非常大的成果了 好 那城堡這邊兩邊都見了 起來開始複叉喔 黃金的部分這邊有偷偷來歪 黃金的野區 那這邊也是喔 那兩邊都有在偷挖野精也是 那看起來這一場不會那麼快結束囉 那目前打打後面 有非常多的伐木工 那也沒有三 點一下這個三級伐木喔 所以這個三級伐木 也要300肉 也不好點 在這種情況下喔 那個肉量 還是會有錢去升級這個 升級 相當化學 或是 防禦阿攻擊 之類 然後那大量的騎士過來 直接把一拆 但這面又被這個 大量的騎士給拆掉了 巨型投資機 那兩邊都是用騎士 對方的巨型投資機 所以兩邊都還沒有造出 非常多的巨型投資機 想來防禦隊 防禦城堡 好 那這邊 有台巨型投資機 回來了 可以先偷拆右邊的喔 欸 正面的這也拆得到嗎 欸看起來可以耶 這個射程夠遠 但不愧是巨型投資機 欸 結果是拆右邊那個 果然是拆右邊那個 結果那個比較近 但這個感覺是可以 有沒有可以 欸 這個巨型投資機要白給了 完蛋 打打這邊失誤 好 那巨型投資機 兩台出來 高打滴傷害非常高 哇靠 直接打掉了 這就是打打的頭 巨型投資機的 高打滴的威力阿 好 那這邊大警務升級好了 那OB就被高力輸出 馬公高打滴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好 好 大漏馬有三級阿 看來打打這邊 還是要出這個漏馬 嗯 有沒有看到這邊 哎呀看如果你要出漏馬的話 又要去大量種田 但是你沒有三級 法木的關係喔 這個帝王時代木頭量會非常的稀缺阿 好 好 這邊再繼續拍死複射 應該是看起來沒有辦法 這有點難打 好 那兩座城堡立了起來 但是進攻方面有點困難 因為巨型投資機幹 都被酷慢的重工長兵給收掉了 嗯 這邊轉出一些戰毛 但其實轉戰毛也是需要木頭的 那要木頭的情況下 打打要補出更多農民去當伐木工嗎 還是要抓農情的村民去伐木呢 不管是怎麼樣喔 這個 經濟上喔 確實出現了一點問題喔 導致經濟現在非常非常差 資源都按我們下去了 好 那順利的轉出一些村民喔 要來去當伐木工補下木頭量 不然這邊真的確實喔 沒有木頭是很困擾的件事情 好 大量肉麻想要直接硬拆 但是後面非常多的擊兵 想要過來防守 那右邊的話 有一台巨型投資 沒有任何的擊兵在防守 這邊會直接硬打嗎 大量的騎士 直接在這邊側面硬砍 打打來這邊有高地優勢 高地優勢直接硬打出有辦法 又連下巨型投資要被拆掉了 最後面這間大開戰 大量的公共戰鬥在高地前 嚴峻開射 但是這邊體驗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你沒有辦法想像 對方的弱麻的東西 到底 全部 量掉 起兵 繼續拆出 沒了 這個巨頭 拆拆 怎麼拆哪就拆哪 哎呀 果然 終於有打打還是遇到了沒有木頭的問題 這個資源實在太稀缺了 黃金也差不多快見底了 拓慢這邊是選擇等 大漏打 再升級這個攻擊 結果打打這邊是等出這個弱頭 打打的弱頭的話就可以升級了 拓慢的弱頭是不是能升級 可是這邊升級弱頭的化妝力不太大喔 對方的擊力一樣用輕鬆去運錯喔 還是像我非常難 哇大量的弱頭直接被戳爛 而且弱頭的話攻擊力還比這個 只是少一點喔 拆這個巨頭自己的散步可能會沒那麼好 然後這邊大量弱頭直接去拐巨頭 但是根本拆不掉 巨頭拆不掉情況下 那就會很容易打出GG囉 所以如果巨頭可以無限拆建築物 拆到你家完全沒有了為止 你要把解決巨頭的散步 熱門的話再嘛 你要把防守在這邊騎命跟騎命上來 直接打出GG 哇靠你到現在才給我點彈倒雪啊 我的天我快突兀啦 難怪打打剛剛一直覺得射的很歪 我一直覺得是我的錯覺嗎 他是到這個時候才點彈倒雪跟化雪啊 哇他真的太多東西沒點啦 難怪這個打打威力好像沒那麼猛啊 好來看一下兩邊經濟吧 經濟的話應該是庫曼隱異些些喔 因為庫曼的話他剛剛有這個儀姬的優勢喔 五儀姬 三千六百黃金啊 哇靠 賺爛了賺爛了 那黃金部分是稍微多賺了四千多 哇這個四千多也是挖的蠻兇的 那看起來打打本身經濟沒有輸太多 那是黃金的部分是暴輸的狀況 那食物跟木頭其實都差不多的 都差個一兩千 那食物稍微多了一點 那庫曼尤以不是打一個主騎士的玩法 而是打吉兵加清查的一個進攻方式 雖然清查到最後也沒出的太多 那看起來兩邊都算是打得非常不錯的 只是後面打打有個致命的失誤 就是這個化學跟彈道學 居然沒有點喔 所以導致這場他的馬功並沒有發揮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才丟輸了這場比賽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